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的生活比大部分的戏还要来的曲折 戏剧它会有张力有冲突有解决有高潮 一波三折 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波三折 不过呢比大部分的戏还要曲折 圣经有一卷书叫传导书 这本书的主题之一是虚空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奇妙啊这一卷谈论虚空的书 却有一句非常励志的话 这句励志的话就是 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何谓死了的狮子 狮子活着的时候多威武啊 好像世界上有许多的人活着的时候非常威武 王永庆啊洛克菲勒啊彼得大帝啊 毛泽东啊拿破仑呢 许多人活着的时候很威武 可死了以后又如何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现在人喜欢说太累了 累成狗了 就算你很累 累成狗非常的困难 但是你要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 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我们活着累 但是我们比那些活着曾经威武 现在却死去的人 我们要比他们强 为什么 因为我们活着 我们就有寻求平安喜乐的自由 活着 我们就有寻求正确信仰的机会 活着比什么都强 这是很多人常喜欢说的一句话 就为活着而感恩吧 接受生活的安排 努力的在痛苦的城市负起你的责任 在痛苦的城市当中 自己欢乐也带给别人喜乐 祝福你